牛说牛有理 熊说熊有理 到底谁有理 欢迎收看迎战齐全 我是专业齐全分析师 邱月良邱老师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台子期的收盘表现 台子今天以大涨90点来开出 最低点就出现在 一开盘的8.45分 来到10517 那么最高点出现在 接近收盘的1.30分 来到10584 今天整个高低区间 总共有67点 那么现货的成交量 放大到1471亿 那么今天老师下的标题叫做 登高一呼 各位投资朋友 为什么今天邱老师 要下这么一个标题 我相信啊 对技术分析 对技术形态 有概念的人都会知道 今天早上大幅度的跳空 而且呢 现货还爆了大量 今天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 所以呢今天早上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今天啊 登高一呼的意思就是说 多空今天势必强迫 都要做一个表态的动作 假设今天开高带量 结果往下杀 最后会出现一个带量的黑K棒 这个时候也就告诉你 这个反弹已经结束了 因为在这个地方如果出现带量黑K 这个行情基本上就已经不会有后续的动作 可是呢 如果今天开高之后 能够缓步的上扬 守住这个跳空缺口 这也就成为接下来多头的一个摊头堡 所以今天的行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也晓得大部分的投资人 看到今天早上大幅度的跳空 第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 就是想要继续放空 想要找空点对不对 可是呢你看到今天的行情里面 不管你空在哪一个位置 基本上你都占不到便宜 所以呢今天最好的方式 就是能够顺势操作 能够赚到市场上的钱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早上如果你跟着我们进场 你可以看到在早上 现货开盘之前 我们就已经带领所有会员进场去做多 我跟大家讲在行情来的时候 你一定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 需要一个犀利的工具 来当你的后盾 不管行情怎么变化 你每天都充满了赚钱的机会 你可能会说老师 事后诸葛亮 每一个人看着事后盘 解盘好像都头头是道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 我们看到第一个 早上的牛熊最前线 第一个 美中谈判露曙光 激励美股 全面走洋 站上月线 第二个 台子开高 站上季线 技术面有利多方 延续攻势 第三个 美元再度走强 即将突破前波高点 外资持续卖超 第四个 早盘现货爆量 但走势相对疲软 解套卖压出容 我们看一下这个结论 美中九月将再度展开会谈 激励全球股市走洋 台子开高 技术面有利多方 但现货爆量 卖压出容 涨幅低于台子 需观察大盘预估量 能否缓步递减 消化卖压 技术面偏多 以顺势操作 开盘的第一点叫10517 为短线的多空关键 在今天早上9点18分 各位投资朋友 今天就算你还不是我的会员 在今天早上9点18分的时候 你如果能够收到 我的牛熊最前线 你是不是就能够顺势做多 把停损叫10517给他设好 你今天一样可以成为 市场上的赢家 所以各位 不要再像过去一样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有多单的人 就去看一些多头老师的节目 每天告诉你 每天都是买点 天天都是起掌点 或是手上有空单的人 就拼命去找一些利空的消息 来麻痹自己 来安慰自己 你如果想要当一个赢家 想要当一个专业的操盘手 一定每天早上 你要同时吸收到多空两边 不同的观点 这样子你才能做出最准确 而且最客观的判断 那么从现在开始 你不用自己花时间来找这些资料 把这个工作通通都交给邱老师 你只要做个简单的动作 就是拿出你的手机 打开你的LINE 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 小老鼠A0800370888 小老鼠A0800370888 每天早上都会提供你 独家的牛熊关盘重点 而且是完全免费的资讯 在射完盘也会把所有盘后数字 整理成图形的方式 让你能够在短短的几秒钟 就能够掌握所有盘后数据的变化 再加上明天的天气预测 绝对是你操作期货的好帮手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牛杯杯的新闻 川普爆料美中贸易代表 周四将举行电话会谈 各位投资朋友 中国大陆官方宣布 他愿意坐下来跟美国 好好把这个贸易谈判给他谈清楚 这就是因为这样子激励了全球股市 今天早上都出现了上涨的动作 而且川普也说 在九月份要正式的谈判之前 会进行所谓的电话会谈 所以呢也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美国股市全部都出现了上涨 而且呢通通都站上了月线 我们就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这个是道琼指数的日线图 你可以看到上次在这个地方 来回三次震荡打底之后 昨天收了一个长红棒 而且站上了月线的一个压力 而且重点在这个地方 如果呢今天继续往上走 或是礼拜一继续往上走的话 他就有机会站上季线 而且呢会摆脱下面的这个盘整区 接下来这个盘整区 就是形成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下档的支撑 那么另外除了道琼以外 NASA也是一样 这个地方来回三次打底成功之后 昨天也出现了大涨 而且站上了月线 接下来就是要挑战季线的压力 如果能够顺势的突破 这里也会形成一个所谓的技术支撑 接下来就是要挑战前波的高点 所以呢各位投资朋友 最近这几天啊 美国股市的走势是非常的关键 究竟能不能够突破这个整理区 这也代表接下来台北股市 有没有机会再继续往上做一个攻击 那么除了美国股市之外 我们看中国股市 A50指数代表的就是中国大陆的股市 跟台北股市你可以看到 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 每一次重要的转折点 都是在同一天 甚至整个形态上来讲 也是大同小异 一般来说 A50常常都是台股的领头羊 只要能够抓住A50的趋势 就有机会掌握台股 接下来的多空方向 我们来看一下A50期货的表现 在5月份打底成功之后 6月份出现了跳空 接下来三角收敛 第二次的跳空 7月份却是一个盘整的形态 8月份随着全球股市快速的下跌 重点在8月16号 它正式突破这个压力区子的时候 往上不断的出现上涨的形态 而且这三天 虽然都是开高走低收黑K 但是它已经连续十天 站在这一条季线的上方 而且它老早就回补了 8月2号的跳空缺口 所以按照历史的经验 我们来看一下 台子期如果按照A50的走势 是不是很早就有机会来挑战这个缺口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你这段时间都有在看老师的节目 你就会知道 台子期的的确确都是被A50 往上做一个拉抬 但是重点在哪里 重点我们昨天讲到 这个86323是台子现在的未平昌量 老师要特别再跟大家复习一次 未平昌量 它不代表市场上的多空方向 一定要记得 它代表是市场上的动能 这个市场上的能量 所以它在期货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如果行情在往一个方向走的时候 各位如果未平昌量不断的增加 代表什么 大家都流仓了嘛 赚钱的人不想走 输钱的人走不掉 大家不断的流仓的结果 行情就会不断的往原本的方向做一个延伸 我们就来看 昨天我们讲过 它到86323已经跨过了85000口的门槛 最好能够继续的增加 我们来看今天的未平昌量来到哪里 来到了89462 是不是这个跳空之后 未平昌量大幅度的增加 这也代表这个市场已经开始在踩油门 如果继续到9万口之上 这个行情啊 欲小不易 所以各位 如果你手上的部位 有部位的人一定要特别留意 未平昌量的变化 可是呢 那个熊妈妈也告诉我们 殖利率曲线倒挂促成衰退 专家说FED9月最好降息两码 各位投资朋友 我们都晓得3月份的美国国库券 跟10年期的公债 在今年5月出现了倒挂 而且不仅仅是这样 欧洲的火车头就是德国 它的GDP也出现了负成长 而日本也在衰退的一个边缘 中国大陆更是这30年来 经济成长最坏的一个时刻 所以市场普遍认为 9月份连准会如果 没有办法降息两码以上 可能没有办法阻止美国的经济 也步入了衰退 所以9月份重头戏 就是连准会降息的幅度 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那么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大盘加权指数 今天出现了这么爆大量的情况下 究竟这个爆大量是所谓的换手量 还是什么 还是一个出货量 接下来下个礼拜的走势 就会非常的关键 我们再看一下旗指的技术形态 上一次我们讲过支撑本来的压力叫10440 今天站上去之后就转变成了支撑 但是上面第二道的压力叫做10600 第三道的压力叫10700 但是今天呢出现了一个支撑上移的一个走势 各位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今天的开盘价10517 就是接下来短线的多空关键点 所以呢 究竟因为往下跌破这个支撑 还是要往上突破10600 这几天啊应该说下个礼拜波动率一定会放大 这个时候站对边站错边 对你来讲这个伤害或是获利 真的是相差非常的大 过去一段时间 行情波动很小 小赚小赔感觉上没有什么大不了 可是当行情来的时候 做对做错 对你的财富影响是非常的巨大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熊说熊的理 牛说牛理 到底谁有理 老师要告诉你 实战才是硬道理 今天大幅度跳空开高的结果 我刚刚有讲过 按照历史经验 大部分的人在这种情况下 都会去寻找所谓的空点 因为开这么高 随便空随便赚 但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以结果来看 今天做空就是一个错误的方向 那么今天到底该怎么做 我们来看 今天早上如果你跟着我们做 你会在8点58分的时候 1053亿的地方进场做多 我要特别强调一次 我们的市价单一天只会出手一趟 你所看到的都是我们会员当天 唯一的一次进场 绝对不会跟其他的老师 有的人第一趟被扒了 做第二趟 第二趟被扒了 再做第三趟 为什么他要重做 因为他一定要做出一趟赚钱的 他才能在节目上表演 他永远只讲他赚钱的那一段 但是你如果参加我的会员 你可以放100个心 因为我们只出手一次 也就是你看到的 都是我们当天唯一的一次进场 而且老师保证 每一个人的进场点位都一样 我们就来看 今天跟着我在这里进场 10531 各位在这个地方进场做多 顺势往上 基本上都是一路往上的行情 我讲过最慢最慢 我们是在一点钟平仓 没有打到停损 一点钟平仓 来到10572 今天在这个地方做多 在这个地方平仓 两口台子 你一样能够赚到82点的价差 等于新台币16400块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早上会员所收到的抠讯 早上8点58分 9月起始目前10531附近 收讯后务必市价做多 至少两口大台 成交后停损颜色30点 各位投资朋友 我们的多空智能指标 它有什么优势呢 速度 精确 可靠 各位投资朋友 每天早上啊 你可以看到像今天 大幅度开高的情况下 我们的系统 一早就算出了 到底今天该做哪一个方向 哪一边才是正确的方向 而且很早很早我们就可以算出当天 到底该做哪一边 如果过去一直以来 你每天早上开盘 都在烦恼 究竟该做哪一边 这个时候你想要 明天就能够抓住正确的方向 你现在就应该加入我们的行列 因为每天早上 期货一开盘 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都会透过系统的运算 来告诉你当天的方向 而且我们进场的点位 一定让你看得到 也让你做得到 绝对不会有正负10点 正负20点这种模糊的抠讯 也不会告诉你说 积极的人在这里进场 保守的人在观望一下 拜托我们做期货 不是在做现象测验 老师的简讯 绝对是非常清楚 非常果决 而且呢 每天我都会按照盘式的变化 来调整参数 只有这样子 你才能符合 每一天盘式的一个脉动 绝对不可能 一个软体 各位 365天你都不去调整它 它每天都可以抓得到盘式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各位 如果你也想要 接下来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你一定手上 要有一个犀利的工具 要有一个专业的团队 来当作你的后盾 所以老师是期货专卖店 绝对不是杂货店 很多老师啊 股票也讲 期货也讲 选择权也讲 什么都讲 什么都不奇怪 但是期货是非常非常的专业 而且每一分每一秒的变化 都非常的大 如果你不能够 时时刻刻盯着盘式 你怎么有办法抓住它的卖动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就一定要找真正的期货专家 各位投资朋友 倒数5天后会可期 破盘价感恩回馈 老师要再特别提醒大家一次 倒数5天 接下来邱老师要暂时告别电视荧光幕 因为呢 之前老师有答应一些会员 要提供 帮他们设计一些海外期货的交易策略 包含了小稻穷 黄金 清源油跟美元指数等等 那么这些工作都必须在年底之前完成 所以老师必须要多一点完整的时间 来完成手边的工作 只要工作一完成 老师会尽快的回到电视荧光幕 跟大家见面 但这段时间 如果你想要看老师的节目怎么办 很简单 加入我的LINE AT 每天下午一样会透过网路直播的方式 帮大家解盘 跟大家见面 甚至呢 在离开之前 老师特别准备了一份大礼 要送给所有的观众朋友 全部都是用破盘价 全部都是用成本价 来回馈给大家 如果过去你一直在想说 要不要加入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把握这一次 最便宜最便宜最划算的机会 想要当人家 一定要找专家 把电话拨通 明天你就是赢家 我们进一段广告 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亚洲投顾邱老师 一天一趟转弯收工 不留仓 不凹单 Money Money很简单 真正16年的起始实战经验 一门深入精准分析 洞悉路骨掌握契机 是您不可错过的当成天堂 将专业交给老师 把钞票留给自己 赢家专线 0800370888 赢家专线 0800370888 亚洲投顾邱老师 一天一趟转弯收工 不留仓 不凹单 Money Money很简单 真正16年的起始实战经验 一门深入精准分析 洞悉路骨掌握契机 是您不可错过的当成天堂 将专业交给老师 把钞票留给自己 赢家专线 0800370888 赢家专线 0800370888 掌握千里眼 获利天天眼 各位投资朋友 我相信很多人在期货市场上 打滚了非常多年 但是呢 一直都没有办法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各位投资朋友 问题在哪里 是盘市的问题吗 各位当然不是 因为呢大部分都是自己心里面的一个心魔 没有办法去克服 其实呢 操作期货 真的是非常简单 你只要认清楚自己的角色 你自然就有办法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我们就来看一下 其实操作期货 就像是打棒球一样 这个就是全力打王王真志 这个就是安打王林木一郎 我们都晓得林木一郎 最厉害的就是他的安打 一支一支的出现 他每次上场啊 只想的一件事情 就是呢 把他的球棒能够碰到球 而且把球打到没有人的地方 就算是内野安打 他也能够上壘帮助球队得分 可是呢 全力打王王真志上场的时候 他的想法跟林木一郎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 全力打王唯一想的就是 能够一棒把球挥出全力打墙之外 能够最好挥出满贯全力打 帮助球队扭转乾坤 所以各位 很多人在上场的时候 就像是安打王林木一郎 明明想要做当冲 可是呢 不小心被嘎到了 马上当冲变成流仓单 当冲单变成波段单 那么有一些人想要做波段的时候 怎么办 结果赚了五点十点就跑光光 波段单马上变成当冲单 因为你没有办法认清楚自己的角色 你没办法坚持自己的选择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想要当安打王 想要当全力打王都不是问题 重点就是你手上一定要有好的工具 不管是当冲 不管是波段 只要有工具 你就有机会把行情变钞票 把清水变鸡汤 所以老师要特别跟大家介绍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策略 如果你想要当全力打王的话 你一定要参加我们的 千里眼波段策略系统旗舰版 洞悉未来掌握财富 海量水库机动调整 细出名门避暑家座 老师的千里眼波段策略系统 跟别人最大的不同 在于说 所有的指标 都是老师的自由指标 我在将近一百次的指标里面 挑选出五支最犀利最符合现在行情波动的策略 把它组成一个交易模组 里面有短线 有中线 有长线 各位为什么要这么多策略呢 你都晓得 行情有时候走小 有时候走大 各位你一定要有不同的策略 你才能把行情全部都包住 而且就是因为老师全部都是自由指标 我可以随时应应行情的变化 来调整我的策略 过去很多人买市面上的软体 回去有没有办法赚钱 都没办法赚钱 而且都赔了一屁股 为什么 因为这些都是固定的套装软体 他卖给你之后 就接下来跟你sayonara 他完全不会去调整参数 各位你就知道 这些都是软体商早就设计好的东西 他怎么有办法帮你在市场上赚钱 真的想要赚钱 一定要用独家自由的指标 你才能够战胜这个盘势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以这两天的行情来看 这两天你可以发现 今天一个跳空 各位今天这个跳空 我相信如果昨天 你手上有留多单的人 这个跳空 10个有9个人 一开盘没多久就跑光光了 对不对 但是更可怕的是 如果你手上是有空单的人 在这一种行情之下 我相信你一定是 不断的在寻找空点 来做一个摊平的动作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就真的是大错特错了 因为呢 你犯的就是一种人性的问题 因为你不想输 你第一件事情开高之后 你一定会去想说 看一下我的账户 还有多少钱可以做加码 各位 如果你把赔钱的部位 不断的加码的情况下 接下来你有可能越赔越多 那么什么才是正确的操作 我告诉你 我们来看 在昨天8月29号的时候 我们千里眼在10439 进场买进两口多单 今天跳空之后 各位9点10分再度加码10531两口 接下来9点20分再度加码10543两口 接下来在9点30分再度加码10557 那么在逢高的时候 我们出现一个获利减码的动作 在10577 各位投资朋友 光是昨天到今天 短短两个交易日 我们就替会员创造了470点的价差 各位 你也许会想说 老师啊 难道一定涨吗 如果礼拜一礼拜二下跌怎么办 各位 如果下跌顶多就是不赚不赔的出场 或是甚至小赔出场 但是如果继续往上涨100点 而你手上是空单 我的会员手上是多单 这个财富一拉大 各位 完全就是不一样的世界 所以跟大家讲 接下来的波动是越来越大 真正要反败为胜 想要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接下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所以千千万万不要放弃 就像今天的行情 老师一看开盘就知道 很多人手上的空单 一定会不断的加码 这个行情就是用盘涨的方式 感觉上让你舍不得去砍仓 各位 这其实金融市场 考验的大部分不是技术 考验的叫做人性 那在这个地方 唯一能够克服人性的 就是我们的千里眼波段策略系统 各位我来告诉你 每一天我们哪一天 几点几分进场 很多老师啊 做波段单的人 他会告诉你说 哎呀这个次我们总共赚了多少点 但是呢他从来不会告诉你 哪一天几分几秒 他进场做了什么动作 大家都是做一个漂漂亮亮的 对账单来告诉你 但是邱老师 不管是哪一天 甚至几分几秒 我全部都公布给你看 这才是真正透明 而且对会员负责的操作 最需要波段策略的三种人 第一个 没有办法天天盯盘的人 如果你没有办法 每天盯盘做当冲 这个时候 你就要透过所谓波段策略 甚至自动下单 一样你可以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那么第二种 你想要赚取大波段的人 尤其呢 现在整个台子的未平仓量 不断不断的增加 波段就快要出现了 能不能够买在起张点 或者赚到这个大波段 让你反败为胜 这个时候就要靠好的策略 第三个 各位什么叫做问号 就是刚刚老师所讲的 如果你没有办法摆脱人性的话 这个时候你真的需要 通过自动下单 通过波段策略来帮助你 我们短短两个交易日 就创造了400多点的一个财富 所以各位一定要打电话进来 那么现在还有点时间 老师稍微带一下 我们A50今天是在9点半 1349 7.5放空 各位我们的低点 今天最低是多少 13382.5 各位13382.5 我们开盘前所算出来的低点 叫13390 今天从这里空下来 各位五口这边坐上去 各位投资朋友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仔细跟大家讲 但是今天按照我们的做法 A50至少赚超过1000点 来我们再看一下 把航情教育老师将生活留给自己 倒数五天后悔可期 破盘价感恩回馈 想要反败为胜 想要拿到最便宜的策略 各位投资朋友 一定要趁这个机会 把电话拨通 下个礼拜 你就是赢家 再会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Jan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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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люб订阅 iş来自负投资人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